悲劇了 舊手機送兒子自一切奸起 看到標題就知道 寧願手機這樣悲劇 也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 劉姓已婚男子3年前 將舊手機寄給兒子使用 結果他老婆在舊手機發現 先生的曖昧性愛照片 7人南下高雄查起 發現更多親密照 分而對先生的無姓前女友依告 檢察官檢視照片 發現劉姓男子劈腿靈靈靈致 而非無姓前女友 且相關通證施政不足 判定3人不起訴 臨時也超過2年 告訴時效 被判敗訴 想避免類似悲劇發生 專家建議 除非把手機徹底毀滅 否則手機送人前 一把SD卡戳出 或下載刪除資料功能的APP 刪除手機資料 才能避免悲劇發生 東新聞 綜合報導